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你有种吗 杨修竹还没答话 半空中忽然遥遥地传来一声骄鹤 旋起那边人影一闪 一个身穿宫装的冷艳女子忽然诡异地出现 冷傲地凌厉于半空中 一双凤眸如冰寒的刀锋朝下方俯瞰着 白喜猛地回头 一看之下大惊失色 失声道 叶门主 叶师姐 居然是叶师姐 不可能 不是说叶师姐早已死了吗 难道是老夫年纪大了 已经眼花 是叶师姐 是您没错吧 之前与杨修竹说话的老玉忽然跃重而出 身躯轻颤起来 正正地望着半空中的叶西军 神情惊讶又迷茫 叶西军朝他望去 展颜一笑 百年不见 新兰师妹老了许多 许新兰轰轰然一阵 双眼弥漫出泪花 却是在愉悦大笑 叶师姐 风采更生往昔 师妹没想到 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有幸 能一睹师姐疯子 为人所害 不得不隐居 避世了百年 劳师妹挂心了 叶西军语气柔和 为人所害 谁敢害你 许新兰忽然 四声低吼起来 那模样就宛若一条毒蛇 恶毒地吞吐着蛇心 忽然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阴沉着脸道 难道是 嗯 叶西军轻轻含首 此番本宫回来 一位清算往日旧账 二位清理门户 好 许新兰咬牙低吼 算师妹一个 师妹就算是死 也要啃下那畜生 一块血肉 两人说话的功夫 开云风上两百多舞者 已经心思极准 这些人 大多数虽然常年 在星帝山中闭关 连叶西军复出 甚至参与龙雪山一战 加入林霄宗的消息 都未曾听闻过 但如今这局势 已经一目了然 他们都不是笨蛋 只是略一思索 并有些明白了 事情的前因后果 就算无法全部知晓 猜个七七八八 还是没有问题的 暗散前任门主 逼迫其远离星帝山 谋权篡位 大逆不道 这在星帝山中 是不可原谅之事 更何况 在这两百人当中 还有许多人 是杨修竹提前打过招呼的 知道今日会有这么一出大戏 如今叶西军归来 自然是喜出望外 他们当年或多或少的 受过叶西军的恩惠 在叶西军 执掌星帝山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修炼环境 比现在要好很多 可自从叶西军消失之后 所受的待遇 就被削减了一些 两相对比下来 众人自然更希望 叶西军重新掌权 而且这也是名正言顺的 百年之前 叶西军就已是 幽暗星的第一强者 如今百年时间过去 他的实力只怕会更强 他不掌权谁掌权 就是杨修竹等人 在叶西军面前 都要挨上一劫 开云峰上 叶西军傲立于虚空 两百多星帝山弟子 皆在仰望 杨修竹等三人对视一眼 暗爵时机差不多了 连忙半跪在地 齐齐低鹤道 属下公营门主回山 属下的公营门主回山 事先被杨修竹等人打过招呼 与之交好的那些人 也齐声鹤道 声音洪亮至极 一下众人左右观望了一下 也都很识时务的大礼行拜 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 对谁当门主没有意见 不倾向于叶西军 也不倾向于现任的门主 属于那种不惹事 不闹事的存在 如今大势所趋 自然是要随波逐流 之前赶来的白喜等三人慌了神 全都神色铁精 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起来 白喜 杨修竹低鹤一声 门主在此 你还不下规 他又不是门主 门主如今另有其人 凭什么老夫要向他口拜 白喜冷哼一声 他也人老成精 知道如今大势已去 没想到现任的门主 苦心经营了上百年 也依然没有多少根基 反倒是叶西军 只是时隔百年重新露个面 便将现任门主的根基 瓦解得支离破碎 现任门主的威信 在这一刻看起来可笑至极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叶西军 本人德高望重 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 现任门主的位置是谋寸而来 乃是其是灭祖的刑警 为人所布置 无论是在大义还是在祖训上 现任门主都无法站住脚跟 他审时度势 知道自己即便现在投诚 也无济于事 只怕等叶西军 料理了现任门主之后 接下来要杀的便是自己 所以他才不会屈服 命完不灵 杨修竹缓缓起身 眼神冰寒如刀锋 冷冷地盯着白喜 双眸中一片冷冽的杀鸡 林玉饶和楚寒一 也在这一瞬间动了起来 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动作 人却已经忽然出现在了 白喜的左右两边 逞夹击之势将他包围 不让他有逃脱的机会 白喜 你自费修为吧 祖训有传 星帝山弟子不得自相残杀 念你与我等多年同门的情谊 给你一个自我了断的机会 杨修竹冷漠地望着白喜 想要白毛自费修为 白喜大笑一声 杨修竹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 既然祖训说不得自相残杀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拿白毛如何 他一副 有恃无恐的模样 得以洋洋 杨修竹眉头一皱 表情阴冷起来 前些日子 他之所以答应 即便驻阳开城市 也不会参与争斗 不去沾染同门的鲜血 正是因为这条祖训的约束 如今白喜一副无赖的模样 倒实在是让他有些为难 星帝山弟子确实不得自相残杀 但本宫如今是灵霄宗大长老 料理了你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叶席君冷哼一声 伸出一只千千玉掌 轻轻往下方一按 这一掌轻飘飘的 似乎不带人间烟火 但白喜却是如临大敌 眼珠子瞬间瞪大 一身圣缘疯狂运转 自身的事席卷而出 同时双手举天隐去 有无声的响动 在心灵深处爆碎 白喜如遭雷势 伸去一阵 往后亮呛几步 张口便吐出了一棚血雾 不可置信地望着叶席君 谁一大成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震惊地望着叶席君 舞者只有晋升到反夕境的时候 才会领悟到士的力量 也只有当自身的士 修炼到大成境界 才有资格晋升到虚王境 这是必须的条件 否则即便一个反虚境 再怎么修炼 也不可能触碰到 虚王境的门槛 优万兴 反虚境舞者多如牛毛 便是这开云风上 便汇去了一百五十多位 这种境界的舞者 可没有哪一个 将自身的士 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就连杨修竹等三人 都觉得自己的士 还差上那么一些神迹 这是他们无法触及的地方 可是现在 他们却见到了 真正大成的士 叶席君那一击打出来的时候 无声无息 无影无形 却掺杂了士的力量 众人感受得清清楚楚 那种力量 直接将白喜的防护摧毁殆尽 将他打伤 同为反虚三层境舞者 叶席君与白喜之间的差距 一目了然 可是 杨修竹等人 总是感觉 叶席君的士 似乎与自己所洞悉的 有些不太一样 哼 蠢货 你以为本宫施展的是士 叶席君轻哼一声 一击之后 也没再动手 而是 冷眼俯瞰下方 神情讥讽 不是士 白喜心神急转 很快便大惊失色 手指着叶席君震撼道 难道你 羽 杨修竹低贺一声 双眸中 陡然暴战出了 骇人的精光 身躯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感觉 叶席君的士 与自己所了解的 有些不太一样了 他想起了 古老典籍中 记载的一些心密 传闻 当士的力量 修炼到大成之后 便会领悟到 玉的奥妙 那是虚王境 才能掌握的力量 远比士 要强大无数倍 领域 这是一万星的舞者 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高度 难道说 门主已经达到了 这种境界了 可放眼望去 叶席君分明只有 反须三层镜的修为而已 如此情况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便是叶席君的修为 已经到了极限程度 也已经有了 晋升虚王境的资格 只不过受幽暗星天地 法则的压制 没法突破 这是何等悲哀的事 杨修竹扼腕叹息 虽然生活在幽暗星 这种地方 可杨修竹也知道 即便是在星域 其他的修炼之星中 虚王境强者 也是数量极少的 每一个都是威名赫赫的存在 门主原本有这样的机会 也有这等天资 却生不逢时 幽暗星成了束缚 他展翅翱翔的牢笼 千门主不愧是万年不出的天才 白某佩服 白喜手捂着胸口 咬牙立合 不过 那又如何 白某虽然实力不及你 但你想杀我 也得付出代价 话音落 白喜手腕一翻 手上忽然出现了一颗 龙眼大小的珠子 帝威之力弥漫开来 所有人都勃然变色 寂灭磊珠 叶席君也凤眼一觅 你的衣仗就是这个 是又如何 白喜大笑起来 白某知道前门主手段了得 可你能挡得住地暴一击 白某若是死 你也得跟着陪葬 不如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商量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 化解这场干戈怎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 一个冷漠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这个声音极其陌生 在场主人几乎都没有听过 顺着声音扭头望去 赫然见到那边居然有一个身穿 尽装的青年 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 不疾不虚地走了过来 阳开 白喜眼帘一缩 大喝一声 星帝山不少舞者的表情 古怪起来 阳开是谁 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毕竟连夜西军付出的事情 他们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哪里晓得阳开的存在 如今见这个青年 只有反须一层镜 却大摇大摆地跑到星帝山来 自然有些不解 不过眼下局势紧张 这些人倒也不是糊涂之人 心知阳开定是跟着夜西军过来 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好奇地望着他 不明白他为何连地宝都不惧怕 要知道 那可是连夜西军都不一定 挡得下的秘宝啊 又拿这东西出来唬人 阳开撇嘴一脸不屑之意 老家伙 你要真有种 就释放雷珠的味呢 拼个鱼死网破 说不定能杀了我 或者大张了 到时候也不算亏贝 只不过 你有种吗 白喜脸色一沉 猙獰无比地望着阳开 低喉道 小子 可不要欺人太甚 我欺人太甚 阳开黑黑一笑 摸了摸鼻子的 是老家伙你太不识实物吧 本宗主现在就站在这里 你有种把雷珠的威能放出来啊 看我能不能躲掉 躲不掉的话 我死 你也死 躲得掉 我活 你还是死 你做什么选择 白喜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手上捏着地宝 根本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无论怎么选择 他必定没有好下场 这让他很是纠结为难 当然 还有第三种选择 杨开咧嘴一笑 笑容灿烂至极 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獠牙 什么 白喜好奇起来 地宝给我 我饶你不死 痴心妄想 白喜大叫起来 在幽暗星上 虚王及秘宝都少之右手 每一件都是各大宗门的镇宗之宝 更不用说是地宝这种东西了 领略过地宝的威力 如今叫白喜放弃 他哪里舍得 更何况 他才不会相信扬开的花言巧语 只怕自己这边一将地宝交出 便是自己的浮尸之石 据如此 那就别怪本宗主心狠手辣了 杨开神色不耐 冷喝一声 出来吧 随着他的抱贺 天空中忽然风起云涌 云雾翻滚起来 片刻后 一艘十几丈长 通体漆黑的战舰 诡异地出现在那里 似乎这战舰就一直停在那里 却无人察觉 开云峰上众多武者 一阵哗然 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这里如此多武者 而且大多数都是反虚警 居然没人察觉到 那战舰的隐匿之处 这就足够骇人听闻了 要不是他主动献身 只怕众人还被蒙在鼓里 而且这艘战舰似乎也很不寻常 远非一般的战舰可以比拟的 似乎 似乎是一艘虚王级战舰 全场震惊 那虚王级战舰优异出场 便让所有人瞳目结舌 而几乎没有任何停顿的 他便寄出了惊炮 让人惊悚的能量波动 弥漫开来 那惊炮直直地 对准了白喜所在的位置 杨凯你敢 白喜骇然变色 万没想到杨凯竟如此 果断狠烂 自己与他一个商量不妥 他竟要痛下杀手了 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他就不怕自己真的拼个 鱼死网破 上 杨凯冷喝 白喜身色慌乱 眼看着那对准自己的 晶泡能量波动越来越强烈 隐隐已有洁白光处 要从那边激舍而来的样子 不由地怒吼一声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老夫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小姚如意 这般说着 一身圣元疯狂地 往寂灭雷珠中灌入 地威之力更省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莫大的压力 央开神色凝重 叶熙君表情肃目 两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 白喜手上的寂灭雷珠 一个又一个 米粒大小的符纹 从寂灭雷珠中冒了出来 随着白喜圣元的灌入 那雷珠上忽然出现了 一道道细小的电壶 电壶虽不起眼 却跌宕出 让人心机不安的能量波动 似乎随便一道小小的电壶 便能让人神魂俱灭 下一刻 白喜将寂灭雷珠 狠狠往地上一抛 那珠子一化为二 二化为四 四化为八 眨眼的功夫 漫天都是寂灭雷珠 每一枚珠子上 都有电壶在跳动 犹如活物 然后这些电壶 急急设了出来 朝虚王级战舰 笼罩过去 杨开能撕裂空间 叶席军实力雄浑 两人中 无论是谁 白喜都没有把握 一击将其击杀 所以他将目标 对准了虚王级战舰 若是能毁掉这艘战舰 那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到时候只怕杨开要哭死 祭出净灭雷珠之后 白喜一身气息 变得虚弱至极 地宝虽然强大无品 但区区一刻反须三层镜 想要动用 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身圣缘极境干渴 这就是白喜所需要 付出的代价 虽自知必死无疑 可他却在猖狂大笑 笑着笑着 白喜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发现 无论是杨开还是叶席军 居然都用一种 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丝毫没有 为那虚王级战舰 担忧的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白喜心中一凸 木然意识到了不妙 不由的瞪大眼珠子 朝那虚王级战舰打量过去 漫天雷狐将其包裹 每一道雷狐都爆发出 让人惊心动魄的力量 那挥风林里 不可一世的虚王级战舰 根本不堪一击 只是在一瞬间便被打得支离破碎 崩散开来 玄奇消失在天空中 一如他之前出现的时候 鬼秘无比 仿佛他从来不曾在那个位置出现过 白喜呆若木鸡 脸色骤然变得苍白无比 使声道 幻觉 老家伙还不是太蠢 杨开哈哈大笑 伴随着他的大笑声 又一艘虚王级战舰 在半空中现身了 与刚才那一艘一模一样 但却毫发无损 似乎那寂灭雷珠 根本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白喜脸色灰白 到了此刻 他哪里还不晓得 自己中了人家的诡计 自己寄予厚望的一击 根本没有打中尸体 而是一艘虚幻的战舰罢了 所以他才会被那么轻易地摧毁 叶熙军的逼迫 扬开的咄咄逼人 都不过是为了干扰自己的判断 让自己无法分清楚 现实和虚幻的区别 但是那么大一艘战舰的幻影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他竟能欺瞒过自己的神识查探 简直也太不可思议了 老家伙 该送你上路了 阳开冷喝着 弹指尖 金血丝浮现出来 在面前弹跳着 抖得笔直 犹如一只利剑 让我来吧 本宫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清理门户的 叶熙军娇喝道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舞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请